逗逗车就问,内房好像有点回暖 值得买2007或813呢? 其实内房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你分三类型的内房去看 有一些是市场上很肯定地已经会出现违约 就是腾大、奥元 我总有机会数楼 还有什么? 融创? 不是,融创是有机会的 我都突然想不起 总之你见到股价跌得很厉害 债价去到20-30元那些位置 我印象了五件,我一时间数不起 第二类型就是说很大机会出现违约 向来都是因为公司在过去这五年 内地收紧房地产行业的时候 他们很积极扩张 导致很多负债水平急升 又或者市场觉得他们因为过去几年 拓战得很厉害 但是资产负债表没有什么膨胀过 那就真的有很多表外债 会担心这类股份 那有什么? 融创? 碧桂圆? 简单一点,你见到股价 都仍在走下跌 西贸集团快得生很多人物 因为说西贸集团已经是很大机会 如果你的债价是反映着它有机会 是刚刚说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中间的股份 简单一点,这些股内防股 我全部都不建议博的 一个招援原因不抵博 升那段时间你见到回暖 出事跌下去插下去的时候 又理所当然 现在内防处于一个股底格局 你看图上也看到 50天线又未升穿 100天线又未升穿 摆明是一个下跌 你这些位置买了 插下去 抵输的 就变成是输一成止蝎 没问题,你输底又可以 但是赌钱也不赌 就这样倒下去了 相反来我们在想的内防股 就是第三类 很肯定地没有市 有央企 有内地支持 或者在过去这三四年左右 没有什么很积极拓展过 不断买地 收购合併 从而市场令到它深信 一定没有表外债 所以他们的债价 很多都仍在做百几元流畅 有些什么就是688 109 123月售地产上面 甚至三条红线全终灯的股份 好像佳少叶那些 刚刚所留下的就是佳少叶 都一样是有个 唯一风险在 所以你要拼内防 你只能够拼一些没有 唯一风险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688 109 123 你看图上 全部都是一个 升级 你拼这些便可以 但是你如果这一刻 你才去拼的话 你又想想 手套房的利率又降过 下降的消息又出过来 LPR 我也说过 短线缺乏一些上升动力在 而释放的气氛差 他们也有机会获利调整 所以你说 保住厚低吸纳的心态 买一些内防股OK 但我比较主张 博一些稳固的内防股 就算2007 擺一三这些 我都不敢建议大家去博 因为问题就是 直博率不吸引 我都是定个52周低位置 施涉位给你 好像买大小 所以你要想起 角度上 不是特别高直博率 你博一些强小的内防股 起码万一遇到不愉快事件 要做调整 或者要做止切的时候 起码没有输得那么深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博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内防股 记住 投资市场其实很理性 现在其实市场理性不得了 只是高风险高回报 所以说 如果你去到碧桂园 摆一三那些 我们只能说 你输得起 你博率 内防股其实是可以想的 但我觉得要想的 都是想一些 以稳定为主的内防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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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